预设不是很简单吗? 其实在我们看到的三角掌赏计划里面 在他们的运作方面 其实他们还有一个是后备的 如果你不用这个身份证号码做预设的话 你自己用回自己的电话 一样是上网上的服务 其实是一样都可以 如果是这样的话 又为什么一定要拿人身份证号码 进入了他的档案 真的看见是不需要的 很多时候我们日常生活 很多商户或者其他的作为不知什么用途 都很随便地 就是要一般人士提供身份证 甚至保留他的身份证的副本也不顶着 但是身份证这件事是很个人的 我们也看到很多身份盗用的事件是出现的 所以我们将身份证自己本身的资料 越少披露的话 对自己的身份被盗用的机会 其实可以说是大大降低的 只在在资料 对自己 看 很遏 在 感谢观看